- 大家好,您现在收看的是明镜电视的明镜专访 我又跟大家访问到,每个星期我都很匀幸地访问到陶杰先生 陶杰先生您好 - 您好,您好,您好 - 今天有什么指教 - 没有,我就是老是有一些人恶多地挑拨我们两个人的关系 - 说有陶杰先生的节目我就不看了 - 当然更多的人说有何先生在,我就不看陶杰先生节目了 - 这些人都是故意来捣乱 - 我们两个人就是还没有打伞,没有打破 - 只有等到了哪一天陶杰先生做 - 我不跟何先生做了 - 有的观点不一样,但是正常的 - 是不是啊,那么你这个平台呢也能够传达到这个整个北美啊 - 或者是海外华人是不是啊 - 就让我暂时能够掏点光啊,我是感到很浓信的 - 你开心,你开心 - 除非有一些这个有关当局又没有说你和平啊 - 这个给你个定性什么这个那个,对不对 - 即使是那你也在美国,是吧 - 对对 - 你也是那个过来人,明白人,聪明人 - 怎么会有事呢 - 对不对啊 - 所以我掏您的光 - 掏您的光 - 掏您的光 - 你也有机会 - 你也有机会 - 如果有这个渠道 - 也给小弟美颜两句 - 因为我现在到底还生在香港啊,对不对 - 我们再关心的是您的身体啊 - 就是要保重要保重 - 身体香港没问题 - 香港呢我们有科兴又有这个 - 这个伏笔态啊,就是辉瑞啊 - 就是说左右逢源啊 - 伟大祖国对我们真是资源没话说 - 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美帝这个 - 辉瑞啊 - 这个来货也很充足 - 就是有点遗憾这个 - 听说这个莫德纳 - 叫什么莫德纳 - 是最好的 - 莫德纳 - 不不不不不不 - 这目前看起来 - 没有哪一个疫苗是接的好的 - 即是即算是中国大陆的疫苗 - 它的有效性低一些 - 但是它的副作用低一些 - 辉瑞的话呢 - 它的毒性比较强一点 - 有效性比较强 - 所以它的副作用也比较弥重 - 那么我 - 我访问了很多美国方面的专家 - 根据他们的说法的话呢 - 中国的疫苗也没有问题 - 那么美国的疫苗当然没有问题 - 大家采取的方法不一样 - 但是整体来讲 - 对这个病毒的防御性都还是可以的 - 而且中国的疫苗是在等待着这个国际卫生组织的批准 - 今天好像已经批准了一个 - 另外一个我估计批准也不大 - 问题也不大 - 大家还是放心 - 这些疫苗在对人造成的这个生命的危险的机率还是非常低的 - 这个比例是可以服了不计 - 有些人打了疫苗以后确实出现了死亡 - 但是你真正仔细查 - 它不是因为疫苗死亡 - 因为这个疫苗不能保证每一个人 - 你得了疾病病不会死亡 - 对不对 - 对 - 如果你真正有危险性的话 - 那是天大的消息 - 但是我们不要被一般的消息所迷惑了 - 对对对 - 有的是打了这个科兴或者是什么这个国药 - 再看看那些海外的反动媒体 - 说这个疫苗里头是把人往死里打了 - 是自己看了以后活活吓死 - 是不是 - 心脏病发啊 血样一高啊 - 哎呀糟了 - 哎呀我刚打了怎么办啊 - 哎呀这个什么海外这个媒体说一打 - 这个真道命除啊 - 那怎么办啊 - 跟这个老伴吵起来 - 老伴说哎呀你别这么坚持 - 环顾反动立场 - 这国内这个科兴中西要结合 - 应该比这个洋人的那个更有保证 - 对不对 - 还加上那个时候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 - 还针刺麻醉 - 是不是啊 - 还一面扎针啊 - 啊一面啊还吃西瓜的 - 是不是啊 - 啊这个这个鼠点旺祖 - 对国家的产品这么没信心 - 那两口子一吵起来 - 是不是 - 那老头 - 那个血气往上冒 - 啊本来就血压就有点高 - 也没有跟打针那方面坦白 - 啊一下子就轰容一下就完蛋 - 那你就说呢科兴还是国药啊 - 啊这个是凶手吗 - 啊这当然 - 这个五四运动 - 这个两大口号 - 就是德先生跟赛先生 - 要有点科学逻辑的思考 - 是不是啊 - 现在这个没有逻辑 - 很多没有逻辑 - 不过呢 - 中国人对这个疫苗啊 - 啊有一些传说 - 或者是也是可以理解的 - 因为中国的透明度太低了 - 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- 那么这个也是国际社会批评 - 中国疫苗的一个方面 - 另外就是还有一点 - 美国的前总统 - 川普 - 他打了疫苗 - 她的女公子 - 这个也打了疫苗 - 那个叫什么 - 她的那个女儿 - 这个白宫达人职务的 - 对吧 - 那么这个也打了疫苗 - 而且展示了她打疫苗的情况 - 现在的总统 - 班登 - 副总统 - 贺锦丽 - 或者是他们的家人打疫苗 - 都展示给大家看 - 但是很奇怪 - 中国领导人还没有打 - 而且我们特别奇怪 - 就是说 - 中国是不是打自己的疫苗 - 还是打进口 - 进口的疫苗 - 按照我们以前的了解 - 中国领导人比较喜欢进口的 - 啊 -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- 即便中国的领袖领导人在你们面前打了 - 你们网民照就有话说 - 要看清楚这个针有没有扎进去了没有 - 这针有没有扎进去 - 要不来个大特写 - 还是这个针轻轻刮一刮 - 而且这个针是 - 这个标签上写的是国药 - 有没有临时给换了 - 是不是明明是辉瑞 - 这个镜头要对着的时候就换一个标 - 一个标签纸啊 - 是不是啊 - 在一个普遍缺乏诚信啊 - 这么一个社会环境啊 - 你是假的 - 人家固然知道是假 - 真的也会有网民把你摸黑 - 说成假 - 是不是啊 - 所以中国领导人干脆就不在你们这些乙民啊 - 农民啊 - 这些刁民面前 - 打注射什么疫苗 - 怎么写怎么打 - 你们这帮刁民 - 总有反对言论 - 所以干脆不给你看 - 懂得 - 但是你说没打 - 我不相信 - 一定打了 - 因为出来 - 都没有戴口罩 - 现在是不是 - 嗯 - 那个我们再讲一讲香港啊 - 香港现在这个疫情是不是正常了 - 我们纽约现在7月1号全部开放了 - 酒吧 - 戏约 - 餐厅 - 都可以 - 白老会也 - 白老会也到9月份 - 但是整体来讲 - 现在纽约的情况确实不错 - 但是不管怎么样 - 大家出门 - 政府讲了 - 总统讲了 - 大家可以不戴口罩了 - 如果打了养针对话 - 但是还是基本上普遍还是戴上口罩了 - 还不错 - 所以呢 - 现在正完好的方面发展 - 已经是风土病了 - 有没有呢 - 有 - 但是我看这个人体集体免疫啊 - 应该在美国啊 - 英国啊 - 甚至这个欧洲啊 - 已经是七七八八了 - 香港呢有好多呢 - 其实我认为都没什么事 - 每天呢就十中八例 - 那么很多呢是从外来的 - 因为香港离这个印度啊 - 这个菲律宾啊 - 这些比较近 - 最近出现这个印度变种啊 - 这个香港有些印度侨民 - 可能在有曾经在一个航班上 - 发现52宗印度飞来的 - 全是这个缺症 - 是吧 - 这个印度病变种 - 现在每天呢六宗七宗呢 - 基本上都是外来输入的 - 找得到源头的 - 源头就在外面 - 本地基本上没什么事情 - 对吧 - 那么所以呢 - 明讲 - 但是这个林郑月娥呢 - 不知道怎么样极其团伙啊 - 到今天为止 - 还拒绝跟大陆开通这个关口 - 而且这个 - 他手下的官员陈兆史说 - 这个责任不在我们香港 - 我们已经跟中央谈了 - 他们没有反应 - 就是说我们这些 - 而大陆的这个说法 - 就你们香港啊 - 注射疫苗啊 - 的覆盖率还不够高 - 因为很多香港人第一怕死 - 第二不相信香港这个特区政府 - 你说有效 - 他就往反方面 - 就像七点钟 - 那个中央联播新闻 - 往反里看 - 人民日报往反里看 - 现在香港也慢慢就这样 - 你林郑月娥说是东 - 人家就知道是等于是西 - 你林郑月娥说是对的 - 人家就广泛的领会成 - 这是错的 - 是吧 - 所以你拼命叫人打针 - 没用 - 他应该的重金礼聘 - 叫那个什么 - 刘德华啦 - 周润法啦 - 叫他们来带头发 -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- 一直没有 - 可能刘德华周润法 - 也不想趁 - 这林郑月娥这一趟混水 - 是吧 - 所以搞成今天这个 - 好像打针的 - 不是太踊跃 - 所以呢 - 这个有一定的抑反心理 - 现在我想 - 每个星期以后做节目的时候 - 我想要请教一下 - 陶先生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 - 因为我们的观众说 - 陶先生在香港 - 你至于经常不问陶先生 - 香港发生什么事情 - 所以我今天来了一个 - 陶先生 - 过去一个星期 - 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 - 值得您来点评一下的 - 可以 - 能够说的就尽量说 - 是吧 - 像刚刚说的 - 这些都是许可的 - 我认为都是没问题的 - 是吧 - 谢谢各位关心 - 谢谢各位海外侨胞的关心跟热爱 - 这个海外华人也是很复杂的 - 有人是来这个挑拨 - 有人是真的是很关爱 - 什么人都有 - 您自大了嘛 - 那您在香港过去一个星期 - 我们注意到了香港电台的一些变化 - 这个您注意到了吗 - 注意了 - 主要这个香港电台呢 - 五月四号有一张照片 - 就是梁振英的太太 - 跟香港电台的老总 - 就是广播处长李百全 - 两个人出来站台 - 就是呼吁香港的年轻人 - 要纪念武士精神 - 这个李百全 - 这个讲广播处长啊 - 在站台的时候 - 在后面弄了几个 - 几面旗次 - 一个是开国大典 - 旁边那个叫文革发动 - 你看看这张照片 - 叫文革发动 - 它居然把开国大典 - 然后就文革发动 - 就把它标志为七十年代 - 这个七十年代 - 这个这个 - 这个居然把开国大典 - 跟这个文革发动啊 - 居然把 - 居然把这个开国大典 - 跟文革发动 - 把它并列 - 就成为这个七十年 - 以来这两件大事 - 所以这个里头 - 内人寻味 - 如果你看看这张照片 - 这配合现在对文革的最新的解释 - 最新的说法 - 所以到底他们是收到某方面的指示呢 - 还是这个自己啊 - 这个判断糊涂呢 - 现在不知道 - 还有呢 - 这个教育局长这个杨润雄呢 - 就是说这个 - 今天我们几点五四精神 - 五四的精神就是国家安全 - 这一条我 - 我在一个电视节目上 - 我也表示啊 - 我的无知 - 我说我从来没听说过 - 五四精神是关于国家安全 - 首先五四啊 - 是发生在1919年 - 是因为巴黎和会啊 - 有一个这个山东焦州湾的权益 - 从这个德国要交给日本 - 所以呢引起这个纷争 - 1919年呢 -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 -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 - 日本也是 - 那既然战胜国 - 签这个巴黎和会啊 - 这个凡尔赛条约的时候 - 不存在国家不安全的问题 - 因为你打胜仗有所不安全 - 是不是啊 - 所以呢这个 - 这个双权辱国 - 双权辱国呢 - 是指这个焦州湾的权益转移 - 但是从 - 不过是从德国 - 交给这个日本 - 也不存在国家不安全的问题 - 只不过这个租界继续存在 - 但是租界呢 - 从德租界就变成了这个 - 日本租界 - 如果说这个是租界或者是 - 外国的势力范围 - 这个等于国家不安全呢 - 那上海的英租界法租界 - 已经不安全 - 曾经不安全过几十年 - 鲁迅还躲进 - 那个英租界去写作 - 怎么会不安全 - 比外面的更安全 - 是吧 - 所以呢香港的官员 - 这些话有时候 - 这个水平很低 - 对不对 - 人家就以为他是奉中央啊 - 或者什么西环的命令啊 - 透过他们嘴巴讲的 - 我一看我说这个不是 - 一定不是中央叫他们讲的 - 这个乱弹琴 - 是下面的人自己啊 - 胡乱喘目 - 言王好见 - 小鬼难当 - 就是这个道理 - 是不是 - 所以现在香港啊 - 到了这个正不关呢 - 跟上面中央精神 - 他现在非常尝试 - 好像全身按摩一样 - 把这个穴位想摸得准 - 但是由于这个两种文化的隔阂 - 他摸不通 - 所以现在常常闹笑话 - 有的这个矛盾呢 - 也在恶化之中 - 那我们还是回到欧洲 - 这个星期啊 - 最热闹的新闻是在欧洲 - 一方面呢 - 在英国开了这个极其会议 - 也就是说 - 七个公共产国家 - 再加上南非啊 - 文来啊 - 这个印度啊 - 还有这个叫什么 - 这个韩国啊等等 - 那么这个 - 这个会议后面 - 以七个高峰会议的名义啊 - 发表了这个声明 - 在这个声明里面 - 大家感觉到 - 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说法 - 是精英的一致 - 那么呢 - 就是形成了一个对中国大陆的一个防御性的一个阵线 - 那么另一方面呢 - 就是欧盟 - 对这个中国方面的探头突然翻脸 - 已经觉得欧盟是比较引力搞定的 - 但是欧盟说这个投资协议啊 - 要暂时停止啊 - 那么甚至说投资协议 - 还不是一个协议 - 这是一个异象 - 那么欧洲方面的媒体就认为 - 这个是不是中国欺负别人太厉害的结果 - 还是中国自己误判的一个结果 - 您怎么看 - 你如果记得去年美国大选 - 我早就说过 - 我宁愿川普连任 - 我早就看得出来 - 川普连任 - 比起拜登当总统 - 拜登会比川普难缠 - 是吧 - 不过当时我故意避开这个当很多华人的争论 - 我就把矛头直指这个拜登代表的极左的意识形态 - 是吧 - 现在你看 - 拜登上台 - 拜登这小子很阴呢 - 对不对 - 他这个嘴巴说一套 - 暗地里搞另外一套 - 这个拜登比起川普的凝聚力 - 确实是高很多 - 川普在台上的时候 - 当然明刀明枪跟中共摆得很硬 - 很多人看见很过瘾 - 但是你看川普致命的弱点 - 确实是把欧洲加拿大全得罪透的 - 因为他同时跟他们要钱 - 同时要加他们的关税 - 同时呢就是说你还欠我钱 - 但是在这个时候 - 如果你这个川普知道 - 认为中国是头号的威胁 - 你不应该把这些同盟啊 - 把它放在这个火上烤 - 应该啊那点小钱啊 - 你不要那么计较 - 反正呢我们大家都知道 - 美国欠的国债最多 - 但是钞票也随便它印 - 那么一点呢 - 屁大的钱 - 你这开这个机啊 - 它欠你多少 - 德国欠你多少军费 - 韩国欠多少军费 - 这个印钞机 - 每个国家 - 每个月你多开十分钟 - 这个钱都回来了 - 是不是啊 - 对不对 - 所以川普这个人有时候啊 - 我跟你说 - 这种阳长二少出身 - 就是有这股脾气 - 我看这个彭斯跟蓬佩奥 - 都看得很清楚 - 曾经对他有所亏选 - 但是他不管 - 是吧 - 但是你看 - 这个拜登一上台 - 真的把这些欧盟 - 拉过来的 - 那日本不用说 - 早是铁干了 - 南韩又是大家是左派 - 所以呢 - 也好说话 - 是吧 - 然后你看这个南半球 - 菲律宾 - 澳洲 - 印度 - 维持一个对中国的 - 顶住的 - 在下面 - 顶住一个铁三角 - 现在你把这个七国 - 七大工业国 - 尤其是你要留意 - 其中包括意大利 - 意大利是欧盟 - 跟中国签署一带一路 - 备亡协议的第一个国家 - 这个叫五星联盟 - 这个以右翼为主 - 跟左派的一个联合政府 - 还拿了中国的不少钱 - 中国的眼睛盯着 - 意大利一些港口 - 所以呢 - 以意大利赚钱 - 知鬼肯定 - 能拿来的 - 中国不少的好处 - 现在一下子就倒到G7 - 是吧 - 所以呢 - 这一次 - 我看表面上是吃了亏点 - 吃了亏以后 - 你怎么应对 - 我不知道 - 因为我这些人太笨了 - 大陆的这些智囊 - 比我聪明得多 - 所以你看这个川普 - 这一下子 - 确实是有点 - 宋江 - 宋江这个人是个勇才 - 宋江 - 他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 - 但是他有凝聚力 - 宋江这个人 - 你刚才讲的是班登是吧 - 不是川普 - 我说拜登 - 拜登是宋江 - 为什么李逵 - 不能当中议堂的堂主呢 - 因为他是李逵 - 是吧 - 为什么许世友啊 - 不能当中共主席呢 - 两把菜刀打天下 - 开口就是骂娘 - 虽然对毛泽东很忠心 - 但是许世友绝对不能当中共主席 - 只能够是毛泽东 - 是吧 - 所以川普呢 - 这个人的性格 - 虽然他对世界上很多事情 - 学得很快 - 而且看得很透 - 到底你看看还是黑旋风李逵 - 加一点点许世友啊 - 这么样的性格 - 是过不过瘾呢 - 很过瘾 - 对不对 - 但是现在美国的人民认为 - 找一个宋江五官这个面目模糊 - 但是呢放上去 - 不知道为什么 - 就把103个 - 8个能够笼络在一起 - 所以到你今天你问我 - 我还是宁愿川普 - 因为我就要回到我这个初心 - 我认为拜登后面那帮 - 极左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- 长远来说 - 对美国内部啊 - 这个损害要比川普当总统要大 - 是不是 - 好消息就是你并不孤立 - 你并不孤立 - 我们的嘉宾里面有好几位 - 跟你日常一样 - 我讲事实吧 - 最近这个加州教育部 - 居然把这个危机分呢 - 把它给砍掉 - 说这个叫教育不公义 - 为什么呢 - 这黑人学生学危机分 - 学数学水平 - 集不上华人 - 中国人脑子啊 - 读数学是很灵的 - 应该什么华罗根啊 - 陈景润啊 - 在那种不利的环境啊 - 只要一发狠啊 - 都可以成为数学家 - 是不是 - 还有什么崔奇啊 - 陈景深啊 - 这些就别人说了 - 但是那黑人呢 - 你该交一个统计数字出来 - 肯定他们读到 - 落干的这个危机分 - 这个这个追不上去 - 现在为了要迁就他们 - 硬把这个水平拉下来 - 牺牲我们华人的孩子 - 对不对 - 这不是种族歧视是什么 - 这不是明摆就歧视这个华人吗 - 是不是 - 这一个 - 哎呀 - 陈先生陈先生啊 - 您是没有到美国大学里面看一看 - 我知道 - 你无论是伯克里 - 还是洛杉矶分校 - 你基本上进入了一个香港学校一样的 - 都是华人的 - 都是你们华人怎么办啊 - 所以白左慌啊 - 白左慌啊 - 黑命贵也慌啊 - 是不是啊 - 那我华人就是这个 - 这个根据统计 - 华人就是数学 - 就能够出人头地 - 你叫华人去设计一个动漫啊 - 搞一个个什么科技大片啊 - 这个不行 - 这个比不上犹太人 - 对不对 - 但是这个华人这个数学 - 根据这个优生学 - 达尔文主义 - 出来的这个统计 - 几十年来都名列前茅 - 那你在学校里头 - 把这个维级分给砍了是什么意思 - 对不对 - 这劣币驱逐良币 -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要害 - 还有 - 要小孩生下来 - 叫他自选性别 - 这又是乱谈情 - 七八岁的小孩 - 男孩子 - 你就要问他 - 你心里觉不觉得你是女孩子 - 要是你认为你是女孩子 - 你就填这个性别的女孩子 - 要是我父母说 - 别乱来啊 - 不行 - 这个孩子回家 - 去回学校报告老师 - 老师呢 - 就会批判这个父母 - 对不对 - 所以要我是华人的父母啊 - 在美国千万要挺住 - 跟这些白痴的白左 - 要斗到底 - 你同不同意你的孩子变性 - 我反对 - 为什么反对 - 中国文化 - 从孔夫子到蒋介石到毛泽东 - 到邓小平到习近平 - 对于这一点毫无意义的 - 一致的共识 - 就是父母不许小孩搞变性手术 - 这是我的文化多元里头 - 你这个美国不是说文化多元吗 - 对不对 - 文化多元 - 你尊不尊重这个confusion culture - 我跟你说 - 从孔子到蒋介石到毛泽东 - 到习近平 - 都不容许小孩七岁的时候 - 跟妈妈说 - 男孩子说 - 我要当女孩 - 我要去做变性手续 - 没这样的事 - 所以这一点呢 - 不论是什么亲共的 - 或者亲台湾民进党 - 国民党的 - 只要是华人父母 - 在这一点上 - 一定要站稳立场 - 就跟这些白左斗到底 - 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边缘了 - 慢慢就是侵入侵略这个 - 进这个主流了 - 是不是 - 刚才这一段 - 你要一刀不剪 - 要在美国放嘴 - 要有人投诉 - 一刀不剪 - 只要你愿意接受批评 - 或者是 - 刚才如果要白左 - 要来你们明镜去斗 - 去批斗 - 然后在门外这个弄的什么狠额 - 你叫他来香港找我 - 你叫他来香港找我 - 我有机会 - 我来美国 - 对不对 - 我来美国 - 对不对 - 我们现在赶紧把这个话题 - 赶紧接受 - 接受 - 否则的话 - 我看你都怕了吗 - 我看你都怕了吗 - 我害怕了 - 我害怕了 - 你都怕了 - 你害怕了吗 - 因为美国有极左的审查 - 是不是 - 没有审查 - 没有审查 - 一刀不剪 - 跟你播出来 - 不过我们现在今天 - 要进入第二个话题了 - 第二个话题是 - 我们要讨论一下 - 美国US Today - 也就是今日美国新闻 - 独家披露一个消息 - 那么这个英国的BBC也报道了 - 他们根据这个 - 不知从哪里来的 - 找了一些 - 这个捐款的资料 - 而且拉到了捐款人的姓名和流年 - 结果发现在美国一个 - 在去年 - 其实最近几年来 - 其实都是在美国 - 一度是比较活跃的一个组织 - 叫 - 骄傲男孩 - 那么这个男孩 - 这个组织 - 在加拿大已经被定性为恐怖组织 - 在美国还没有 - 但是呢 - 他退出在1月6号的 - 国内恐怖分子的这个袭击中间 - 被认为是一个主要的煽动者 - 现在国会的参加者 - 只要发现一个 - 就是要起诉一个 - 现在好像已经有几百人被起诉了 - 骄傲男孩的人员里面也有不少被起诉 - 那么从这个捐款里面 - 大家非常吃惊地发现了一点 - 就是说80%的骄傲男孩的专款 - 当时的一个项目的专款 - 居然是来自于华人 - 这个很吃惊啊 - 这个对于中国人在美国的形象 -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- 因为它有数据 - 而且有具体的这个流的名字 - 这个所以请您评价一下 - 我相信你也不是极右的吧 - 你不是极右吧 - 你属于右派偏左还是中间派 - 你认为你自己是什么派偏 - 我是自由派 - 左中有右 - 右里有左 - 你就把我算作是不阴不阳 - 不男不女啊 - 就是对了 - 我就是第三性 - 对不对 - 我在这方面就是transgender - 对不对 - 这个你等一下 - 你继续讲 - 首先我要搞 - 首先搞清一样 - 这个骄傲男孩 - 有没有在美国的联邦法庭 - 裁决宣判 - 为一个非法的恐怖主义组织 - 有没有 - 在美国没有 - 在加拿大有 - 美国没有 - 那等于说它是合法 - 是不是 - 这个组织合不合法 - 无所谓合法非法 - 只要政府不能查你 - 你都是可以找的 - 你等不等你的无所谓 - 对啊 - 那你加拿大认为 - 它是恐怖主义组织 - 跟美国没关系 - 是不是 - 对不对 - 那你加拿大人 - 如果越境捐款给这个 - 美国的这个这个骄傲男孩 - 可能被加拿大政府定罪 - 这是加拿大的事 - 但是在美国 - 并没有犯法 - 一个合法的这种政治组织 - 或者是爱国主义的组织 - 只要它是合法 - 谁都 - 只要它呼吁要捐款 - 谁都可以捐款 - 对不对 - 就等于香港的支联会 - 23年来都纪念这个六四 - 每一年纪念六四 - 都在拿这个箱子 - 香港人很踊跃的 - 把钱放进去 - 是吧 - 一样相安无神 - 因为支联会从来没有到今天为止 - 都没有被香港特区在法院 - 判决为一个非法组织 - 没有 - 这说完了 - 有人恨这个骄傲男孩 - 一样有人恨这个支联会 - 有人说骄傲男孩是个暴力组织 - 有人说六四的时候北京大学生是暴徒 - 这个我们不要争论 - 如果是法制的话 - 如果它是恐怖主义组织 - 联邦法庭会判决予以取缔 - 那么你就不能捐款 - 是吧 - 这个应该很公平了吧 - 是吧 - 好了 - 如果它不是非法的话 - 那我请问 - 黑命贵跟安提法有没有人捐过款 - 安提法就是那个反法西斯 - 黑命贵有没有人捐过款 - 黑命贵不是也是以这个慈善的这个组织 - 来登记的吗 - 他那个死创始人的一个女的 - 不是说被揭发买了三到四个豪宅吗 - 是吧 - 总值啊超过有这个五百万美金 - 是吧 - 那钱哪来的不就是捐的吗 - 那你黑命贵最近这一年干了什么 - 在美国超过四十个城市暴力思维打砸抢 - 导致超过四十个人死亡 - 这里头还有这个安提法 - 对不对 - 那么我请问 - 对于捐款给安提法跟这个黑命贵的 - 为什么主流媒体没有报 - 这是第一 - 第二我看的这个 - 这个什么骄傲男孩啊 - 他这一次募捐呢 - 捐的款呢 - 这个钱也不多 - 只有啊差不多 - 十万零六千 - 十万零六千一百块 - 才十万块他妈的美金 - 这等于香港啊八十万 - 啊八十万你现在一个什么意见领袖 - 做个什么patron一个月都挣得到 - 他在全国捐款只有十万美金 - 而且当然华人呢占八成的 - 而且呢这个里头有这个 - 差不多啊 - 这个今日美国说有差不多有1000个 - 这个people with Chinese surnames - 给了大概86,000 - 那我请问 - 你这个主流媒体 - 为什么要把Chinese给强调出来 - 你这是什么用意 - 当一个黑人在街上打 - 这个亚洲人的时候 - 或者黑人拿枪杀人的时候 - 美国主流媒体标明 - 为了防止黑人受到种族攻击 - 黑人的这个被告 - 或者是这个去抢劫或者杀人 - 这个肤色种族 - 如果你爆出来就是个禁忌 - 你是不能爆的 - 对不对 - 我问你 - 这里头有几个大陆人看样子 - 一个叫浩旭姓浩 - 大概姓徐 - 徐浩 - 他说给了捐了20块 - 然后一个叫李俊 - 捐了100块 - 他妈的 - 捐了20块是个什么概念 - 等于人民币150元 - 那你值得把他的名字 - 然后把他那个捐款的数额 - 在今日美国给登出来 - 你这个是什么用心 - 为什么要强调他们是Chinese - 是不是 - 是又怎么样 - 你在这个时候 - 当全国的这个亚裔人 - 包括华人 - 常常受到黑人 - 跟那些基层的白人暴徒的攻击 - 你在这个时候 - 强调这个骄傲男孩 - 的捐款有八成 - 来自中国人或者华人 - 你这 - 今日美国不是想火上浇油吗 - 是不是 - 你这个传媒的 - 对于这种少数族裔的 - 这种 - 这个所谓的racial profiling - 这个平时的这个禁令 - 你现在到哪去了 - 你这个屁大的小事捐200 - 捐了20块 - 这个叫徐浩 - 为什么他上了报呢 - 对不对 - 那骄傲男孩 - 请问是不是这个非法组织 - 我华人喜欢捐又怎么样呢 - 你怎么知道 - 没有更多的华人 - 捐过给这个黑命贵 - 捐过给民主党 - 竞选的时候 - 捐过给这个安替法呢 - 你为什么不去发掘这个新闻 - 来平衡一下呢 - 虽然这一次华人 - 这个是捐了差不多 - 差不多八万六千块美金 - 那么华人捐过给民主党的 - 捐过给黑命贵的 - 捐过给什么 - 这个这个 - 其他的左派的 - 这些政治组织 - 或者什么绿色和平 - 什么这个 - 你为什么也不同时 - 列个表 - 这个新闻 - 登出来 - 是对你刚才 - 像你刚才说 - 是对华人形象不利 - 但是只有对那些 - 教育水平低的 - 那些笨的美国人 - 才马上就会联想到 - 原来美国的华人 - 是极右的 - 是种族主义者 - 这个概念 - 一进脑子 - 走到街上 - 看见华人 - 你不是叫 - 等于是鼓励他们 - 打他两巴掌 - 多踢两脚 - 所以针对这个新闻 - 你们华人 - 要到美国 - 今日美国报社去抗议 - 没有 - 抗议什么 - 以偏概全 - 我捐两 - 二十块的那个见面 - 见报 - 而且全民 - 你登的这个姓名 - 这就是种族歧视 - 这是我 - 这大半年 - 在你们明镜说的 - 你不要说 - 以为这个川普 - 这帮人是种族歧视 - 其实主流媒体 - 很多次 - 自称是 -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- 他们骨子里头 - 中国就是种族主义者 - 这就是一个例子 - 总算给你 - 跟我给逮住 - 什么 - 都在 - 好 - 就算捐了又怎么样 - 我是捐 - 捐了 - 捐了又怎么样 - 是不是要批斗 - 美国是不是讲法治 - 是不是 - 要不你如果就宣布 - 这个是黑命 - 没有人说 - 要基就这些均垮人的责任 - 但是只是说 - 从这个现象里面 - 你可以看到 - 假如像您刚才讲的 - 给了这个 - 黑人的命也是命 - 给了他捐款 - 是的 - 而且是也有这样大的一个比例 - 那一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- 是的 - 那么就 - 这里头华人捐 - 华人这个钱不多 - 你不是说华人很有钱吗 - 范馆老板 - 什么这个 - 在这个洛杉矶的这个Santa Monica - 开这个月子中心的 - 买豪宅的 - 是不是 - 华人的钱多的不得了啊 - 但是你看这个捐给这个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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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捐给这个 - 这个骄傲男孩的钱 - 多少 - 对不对 - 才十万块美金 - 八成 - 是吧 - 总额是十六万 - 他现在这个 - 才这个 - 总额是十万 - 华人才捐的八万 - 八万是什么钱呢 - 叫你何老板一个人掏腰包 - 你都捐得起 - 你不能这样 - 我还是等到别人捐款 - 都在捐款 - 都在捐款 - 所以这个 - 所以这个新闻很恶毒 - 非常恶毒 - 您是 - 您有您的这样一点观察啊 - 跟其他的嘉宾 - 可能有另外一个补充的这个看法 - 这个八万块算什么钱呢 - 一点点 - 如果你说哦 - 不是 - 这个什么骄傲男孩 - 居然这次筹款呢 - 筹到了两千万美金 - 比起去年大增八成 - 两千万里头有八成是华人捐的 - 那就那就是新闻了 - 对不对 - 那你现在这么十万块 - 这点辟钱 - 那都弄得放得很大 - 这就是给美国的白左跟黑人看 -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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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这是黄脸的 - 你看 - 所以这个很恶毒啊 - 对吧 - 所以有时候美国的华人 - 我得罪的说一句 - 他们有时候受到这个种族欺凌啊什么 - 他不知道怎么应对 - 他只看到出线条 - 看不到这里头很细的 - 这个才要你的命 - 并不是说你走到街上什么后面 - 什么人叫你什么chinky - 哎呀那些兵来将党那些小事 - 我说这一招才阴险 - 是吧 - 这里头有共产党的意味 - 这个怎么怎么今日美国 - 这一段新闻 - 我会说很厉害 - 高 - 我们现在进入第三个话题 - 第三个话题就是台美关系的急速提升 - 一方面呢 - 是这个美国提升 - 跟台湾的关系 - 另一方面呢 -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骚扰的情况 - 也越来越严重 - 但是就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刻啊 - 居然出现了这个 - 美国自己的争论 - 就是说 - 在台湾的这个政策 - 你到底是战略清晰 - 还是战略模糊 - 那么最近亚洲沙皇 - 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坎贝 - 那么他是很多政策的一个设计者 - 他说我们不能放弃战略这个模糊 - 甚至也不能公开承论出来 - 我们要保卫这个台湾 - 对这一点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- 美国呢在这方面是个言论多元自由的社会 - 即使在智库在智识界 - 有人说保卫台湾不值得 - 这肯定会有这样的生意 - 在这个竞选的时候 - 不是有人啊 - 把这些什么苏利文跟那个 - 当时的国务新希拉利啊 - 这个电邮啊不能公开吗 - 是吧 - 苏利文不是在电邮里头提议 - 不如啊我们把台湾抛出去送给中共 - 然后交换呢 - 这个国债一笔勾销 - 然后在希拉利就说 - 这个主义很有趣啊 - 让我们商量商量 - 这种电邮来来去去 - 这种我认为是说笑 - 说笑话 - 也会这么说的 - 但是你屁股啊 - 坐在那个位置上 - 那个想法跟说法就不一样了 - 是吧 - 跟这个做法就不一样了 - 当然呢也不能排除有的人 - 叫这些学者方方气球 - 来平衡一下 - 让这个中国呢 - 对美国的减少一些猜疑 - 是吧 - 像这个 - 这个什么亚洲撒谎啊 - 他这样说也没有什么叫 - 特别的地方 - 是吧 - 我刚才说过 - 我说过这个拜登呢 - 在对中国关系 - 比这个特朗普难产 - 就是在这个地方 - 拜登本人呢 - 就好像这个高僧入定这个样子 - 这个通这个电话的时候 - 又说什么 - 我们尊重中国的文化啦 - 什么我们美国的文化怎么样 - 对这个新疆啊 - 好像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 - 但是你看实际上回头 - 就派了三个 - 其中一个前美国复国务卿呢 - 就去了台湾 - 去台湾做什么的摸底呢 - 主要就是摸底 - 就是问问你蔡英文 - 如果你遭受攻击 - 你愿不愿意 - 有没有这个意志 - 在前面死守 - 为什么呢 - 如果对岸中国打过来 - 你马上就投降 - 那我们美国日本私处无名 - 想帮也不行了 - 唯一的条件 - 就是你什么八百壮士啦 - 什么什么什么 - 什么什么三西五百完人啊 - 那一套歪业啊 - 给我表演几通 - 然后呢 - 要付出国军 - 甚至台湾人一定的代价 - 在全世界 - 让全世界人看到 - 你要先死人 - 你要先付代价 - 我后面的 - 你不要管 - 我自然会上 - 怎么上 - 我不能跟你说 - 所以最近这个三个 - 这个卸任的官员到台湾之行 - 是非常重要的 - 这个比川普派一个卫生部长啊 - 去啊 - 这个重要的多 - 这个呢 - 就已经跟台湾国防部长 - 已经交过底了 - 意思就是说 - 你要停下去 - 是吧 - 你不停 - 那我四处无名 - 所以呢 - 然后这三个人的访问以后 - 如果出现这些舆论呢 - 并非空械来风 - 是不是 - 但今天以这个蔡英文 - 民进党政府啊 - 这给你死守是没问题的 - 但是如果下一届 - 国民党上来呢 - 连美国也吃不准啊 - 所以这一次这个三个 - 这个大员呢 - 也见过国民党的人 - 包括这个国民党主席江启山 - 就当面子就问他 - 就好像 - 这个博士论文口诗一样 - 啊 - 中国说这个九二共识 - 你怎么看 - 据说对于江启神的答案 - 并不是太满意 - 啊 - 所以呢 - 这三个高官回到美国去 - 台湾就露出一个消息 - 说蔡英文两任坐满以后啊 - 下一任代表民进党出来选总统的 - 就是赖清等 - 啊 - 说明了 - 是不是啊 - 所以这一些新闻 - 这些事情发生在一起啊 - 并不完全是巧合 - 啊 - 所以呢 - 现在美国跟台湾已经把这个 - 台湾遭到攻击 - 台湾的应对 - 啊 - 这个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 - 所以他再强调一遍 - 啊 - 他现在才强的强调一遍 - 他不用再说我一定支持 - 因为心里有数 - 是吧 - 是吧 - 他不用这么说 - 所以倒回这个模糊 - 回到柯林顿那个时候的模糊政策 - 这是正常的 - 嗯 - 嗯 - 最近你也注意到了吗 - 这是台湾的 - 啊 - 这个海军总司令 - 对吧 - 他到下午也还参加了 - 这个英台司令的这个交接仪式 - 这个还 - 这个对于大陆来讲 - 呃 - 这个消息啊 - 美国没有透露出来 - 很有意思 - 那个视频呢 - 没有 - 只有这个司令员 - 国防部长 - 国防部长 - 这个参谋长联系会议的 - 主席的画面 - 台下没有 - 但是我们知道呢 - 刘志斌 - 他们这个 - 参加了这一次的交接仪式 - 假如这个是没有质疑的话 - 那么就意味着台湾 - 美国是不是已经把台湾的军灯 - 拿入到了整个英台的这个 - 这个独占系统 - 在这一点上绝对不模糊 - 啊 - 其实也不模糊 - 但是他说就要回到那个模糊政策 - 就表示对川普那个四年 - 啊 - 把话都略清楚 - 就略在桌面上清清楚楚的 - 有所区别 - 他不想这样 - 如果今天蓬佩奥当这个总统 - 这个作风就不是这样 - 马上就说你过来我就揍你 - 但是现在拜登不会这么说 - 但是做还是照样做 - 是不是 -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假的模糊政策 - 要真的不让你知道 - 他是有办法的 - 为什么干了以后 - 去了这个夏威夷以后 - 你才知道呢 - 对不对 - 他所谓的模糊政策 - 就是我不要给你这个面子难看 - 我不公布 - 但是会有各种渠道 - 废正式的披露出来 - 让你知道 - 好了 - 你知道了 - 会不会火冒三丈 - 暴跳如雷呢 - 他就测试你的反应 - 我布林肯跟你四项会议 - 跟你中国外长谈 - 你也不是乖乖坐下来谈吗 - 不能说乖乖的 - 你照样谈吗 - 你会不会说 - 最近你这个台湾 - 怎么海军司令跑到夏威夷 - 我不谈 - 高层的电话是不接了 - 但是这个外长级的 - 我今天看到还谈 - 那美国不是知道 - 你的底线 - 你的虚实在哪了吗 - 是吧 - 所以一点都不模糊 - 鸭子滑水 - 有很多事情在发生 - 大家都心里有数 - 是不是 - 好的 - 我们今天 - 今天进入第四个话题 - 就请教你一下 - 这个现在中国的 - 这个文革方面的历史的描述 - 有一些变化 - 那么这种变化呢 - 对于自由派知识分子 - 或者有历史记忆的人就很吃惊 -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满 - 但是我们又注意到了 - 美国的民调 - 或者是其他国际上的一些民调 - 在中国大陆所进行的来看 - 这个老百姓的满意度 - 反而是提升了 - 虽然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做民调 - 不是那么盈利的一个事情 - 但是现在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一套做法 - 您觉得是中国老百姓 - 就是愿意这么一种统治方式 - 还是他们现在没办法 - 应该这么说 - 现在中国的13亿人里头 - 这个普遍的百姓呢 - 对于你上面如何评论文革呢 - 他们是不关心的 - 首先文革结束 - 你从1967年到现在 - 已经超过50年 - 你要是把77从77年算起啊 - 也超过40年 - 那现在中国的如果在80后生下来的呢 - 你跟他说文革 - 等于跟他说什么义和团 - 那个时候的这么遥远 - 他们没有这个感应 - 他们父母有没有吃过亏 - 有没有这个经历的 - 有 但是父母呢 - 有一些是敢怒不敢言 - 有的也就是折腾够了 - 折腾怕了 - 也不会表这个态 - 也不会在家里跟这个孩子讲文革 - 说怎么怎么 - 邻居啊 - 他看到这个老师怎么样 - 所以至少在文革后出生的中国人这一代 - 对于文革是不闻不问 - 不痛不痒 - 只要今天有饭吃 - 有钱赚就可以 - 所以就说 - 即便这个最高的这个高层呢 - 对文革又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 - 这是他们这个核心圈子里头的事情 - 这是九千万党员的事情 - 跟那十三亿人民呢 - 没有关系 - 那工资是少数 - 在旁边看到里 - 干着急 - 现在工资跟普通的这个百姓的这个层次 - 基本上没有对话的渠道 - 因为这个网络 - 微信呢都管得很死 - 是吧 - 所以你知道这个工资 - 对文革最新的评价感到很紧张 - 都是出口转内销 - 或者内销转出口才知道 - 是吧 - 所以即便你说对文革的是有的人看见是高层有的别的看法 - 是不是就等于说第二场文革马上就搞得起来呢 - 我认为也不至于 - 因为呢这个你们毛泽东这个文革有很多特征 - 第一是认定了睡在身旁有一个赫鲁晓夫 - 要把他逗凑搞垮 - 这是文革毛泽东的初心 - 那如果现在有人要效法要搞第二场文革 - 那今天的新的刘少奇在哪 - 有没有这个目标 - 没有 - 好了第二 - 文革如果没有那上千万的红卫兵在下面 - 或是就打砸抢打老师 - 然后拿这个皮鞭出来抽这些什么老色 - 这些什么富雷啊 - 这些作家呢 - 也不成为文革 - 文革呢 - 这个定义 - 这个涵盖的范围跟组成部分 - 必定有这两条 - 而且这个第三 - 文革的时候 - 全党全军地方干部 - 对毛泽东一个人 - 完全是好像教徒对神一样的蒙目的崇拜 - 这个条件今天 - 在大陆是否存在 - 所以呢 - 这很多公知啊 - 对于现在这个文革的现象 - 我觉得是不是 - 到今天为止 - 有一点的过滤 - 是有一点 - 当时文革的社会气氛 - 但是 - 文革这个 - 这一场大戏啊 - 只有毛泽东这个总导演 - 才拍得出来 - 换了一个导演 - 拍不出来 - 就等于这个 - 成就大兵雷恩 - 这种片子 - 只有这个 - 斯皮尔堡 - 斯皮尔堡 - 斯皮尔堡 - 才拍得出来 - 是吧 - 你叫这个冯小刚到美国去 - 拍这个片子 - 他拍不出来 - 只有斯皮尔堡 - 拍得出来 - 所以文革这种大戏 - 古往今来绝无极 - 只有毛泽东一个总导演 - 才搞得出来 - 当然说现在一些文革的气氛啊 - 或者这些老人啊 - 不是说 - 不是现在老人变坏了 - 而是坏人变老了 - 坏人变老了 - 那一大批啊 - 现在还活着 - 他们在意识上 - 或者在网络上发表言论 - 气势汹汹 - 确实有当年年轻的时候 - 这个粪土当年万户猴啊 - 这种小小的 - 环球有几个窗帘碰别啊 - 什么要什么彭哨 - 一切害人从全无敌 - 确实有这个气氛还在 - 但是那不等于他们的孙子那一辈 - 会继承这种的暴力的倾向 - 当然在学校里头 - 有一些苗头有这种教育 - 但是有多到底有多普遍 - 对于这些中小学生呢 - 这影响有多大 - 现在我们不知道 - 但是看这些视频是有大 - 是不是 - 这个澳门呢 - 也不是教个小学生 - 在这个大三八前唱歌 -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呢 - 这个视频就看得到 - 有 - 但是影响力有多少 - 因为我们不能评估 - 对吧 - 那工资有时候 - 中国这个国家太大了 - 有时候呢 - 难归全破 - 是不是有这个气氛 - 肯定是 - 肯定是 - 它是边缘还是主流 - 我认为 - 你从这个摆地摊 - 这个经济层面上 - 绝对不是主流 - 会不会有人 - 一条街上摆地摊 - 全都卖这个毛 - 毛泽东相像啊 - 相张啊 - 或者卖这个什么 - 这个这个毛泽东的 - 什么什么石膏像呢 - 你去看看 - 淘宝上这个卖的火吗 - 一个指标就是看看 - 五一这个劳动节 - 黄金周有没有自发的 - 中国百姓啊 - 组团就去 - 别的地方什么都不去 - 不去海南岛购物 - 也不到什么 - 不到长城非好汉 - 也不去长城 - 就拥到韶山自动自发的 - 去参观毛泽东的故居 - 你要看这几个数据 - 嗯 - 嗯 - 是不是啊 - 到目前为止 - 还没有这样的证据 - 所以呢 - 你硬的要把 - 现在这个气氛跟 - 六七年的文革比呢 - 我想有一点点 - 这几人忧欠 - 当然有的人是不是有那种 - 文革的那些思想 - 我认为绝对有的 - 但是搞不搞得起来 - 第二场文革 - 我有很大的保留 - 是吧 - 嗯 - 如果真的话 - 那中华民族没救了 - 整个民族就没救了 - 是吧 - 是吧 - 中国现在不管怎么样 - 要把经济如果搞砸了 - 你搞什么改 - 都是有可能性的 - 但是 - 经济不可能搞砸 - 搞砸的话 - 一切的糟糕都会来临了 - 是不是 - 那不仅是文革啊 - 可能 - 更残暴的都真的有 - 幸亏这个邓小平 - 在前面这20年打了一个底子 - 把人也不 - 这个脑子也洗过来了 - 你要是往邓小平 - 以前的毛泽东时候 - 这个脑子在那个 - 往那个方向洗过去 - 就等于这样 - 他们不要不能赚钱 - 淘宝不能买东西 - 越纯越光荣 - 而且恢复大锅饭 - 而且这个红卫兵呢 - 上山下乡 - 不是上山下乡 - 到处串联 - 高铁 - 坐这个高铁不给钱 - 对不对 - 去到那吃到那 - 然后照样啊 - 掀起一股造成运动 - 没这个气候 - 没这个气氛 - 这个搞不起 - 是吧 - 对 - 他们打开这个手机啊 - 打开这个手机 - 还是追星呢 - 啊 - 还是照样追星 - 什么韩星的小鲜肉啊 - 这种东西 - 你叫什么叫搞文革呢 - 搞不起 - 好 - 好 - 所以我们可以高等无忧 - 也可能有一点点忧 - 但是高等还是需要的 - 那么工资呢 - 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-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- 是吧 - 这也是中国四代夫 - 两千年来的一种高尚的情操 - 是吧 - 当然你说也不能够操起来 - 粗心大意 - 高枕无忧 - 是吧 - 但是也要 - 你们跟微信啊 - 跟大陆同学啊 - 在这方面用你们的方式 - 多沟通啊 - 问一问 - 是不是到底这个 - 最近全国这个温度 - 又上升了 - 那么自己 - 你们自己 - 沟通交流了 - 是吧 - 我反正 - 我没有这么很多 - 这种渠道 - 我也是各自的距离啊 - 这个 - 这个 - 各自两重大山啊 - 来看 - 所以我的推测不一定对 - 嗯 - 好的 - 今天这一次感谢我们的陶杰先生 - 谢谢 - 那我们就是下个星期见了 - 谢谢 - 谢谢 - 谢谢 - 再见 - 打开明镜电视 - 每次都是新世界 -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-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- YouTube 频道名明镜火拍 -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- 网站www.mingjinnews.com - 推特atmingjinnews - 脸书facebook.com